六品高级测试完毕 白家通过 竟然突破了六品高级 这么年轻 以后前途不可限量了 这白家果然抵运雄厚 论天赋 还是得看我白家的子弟 不像某个废物 都进去这么长时间了 只怕是躲起来了吧 叶崇 等你叶家从五大家族除名时 我白家会好好招待你们的 走 若是再不收拾这残局 恐怕凡颜谷 会被这东西搞得一段糟 收 这硝烟居然将异火发挥出此等威力 我焚烟谷掌控九龙雷刚火这么多年 也未曾达到这么的地步 此子当真是不烦哪 十回合已至 五臣 你输了 按照约定 你获得天火三旋变的传承资格 恭喜你 萧嫣 能与阎盟结盟 实乃我施名宗的荣幸 我等定会向宗主 传达女王陛下的提议 没有别的事 今日便到此为止吧 在下告辞 施名宗的人还真难对付 大哥 你们可真能认 我差点就直接动手了 施名宗虽然表面上愿意归顺 但恐怕会暴藏祸心 日后 还要多加提防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 防人之心不可无 接下来我要闭关一阵 后续就辛苦二位了 女王尽管放心 大哥 小炎子昨天来的信中说什么了 好像还有一封单独的信和丹药 是给美度杀女王的 他说 他已经出发前往丹狱了 让我们不用担心 他还说感谢咱们帮他打理阎盟 特别是美度杀女王 才灵 心不辱命 天魂融血丹我炼成了 只盼着天魂融血丹 属我等所愿 让你彻底摆脱身体的危机 抢炎盟托付给你 相信会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我一意孤醒 却连累了你来守护炎盟 此番歉意 一时无法当面对你诉说 或许不舍 或许期待 或许直处 之后我便会前往中州 那里有着急需我奔赴的使命 但愿 我能活着迎来我们重逢的那一天 保重 还是头一次看到 传承技能的水晶球 发出如此强烈的光芒 这天火三悬变 虽为我族秘法 倒是像为他量身定制的一般 华儿 你可知这天火三悬变的由来 不是我们焚烟谷创始人 焚烟老祖所创吗 当年 斗骑大陆上 曾出现五位距离斗地井一步之遥的志强城 而咱们的焚烟老祖便是这五位志强者中的一员 还有三位 则分属于拥有斗地血脉的古族浑族 和影响离庞大而深远的丹塔 而这最后一位 就是斗地血脉后人 萧族萧玄 正是身为焚烟老祖好友的他 创造了高级秘法 天火三悬变 原来我们肥烟谷的天火三悬变 是这位斗地血脉后人所创 萧炎也姓萧 莫非与这位萧旋前辈 有什么关系不成 应该 没那么巧吧 感谢唐谷主的慷慨相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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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炎今日便得东深离开了 若是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找小子便可 嗯 这么快就走了 嗯 我还要去找先前走散的同伴们 就不打扰了 有件事老夫可要提醒你 天火三悬变 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 大幅提升实力 但所获得的能量却异常狂暴 你驾驭时要加倍小心 嗯 最后切记 天火三悬变 不可外传 唐谷主放心 硝烟自当守口如瓶 嗯 告辞 以后有缘 还会再见的 让语尤俎 为了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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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看样子 冰河谷这些人 不会伤把干修的 新兰 你快走 可是 我不能丢下 小一仙姐姐一个人 放心吧 我可以对付 解决掉他们 我会去找你的 对了 我虽然帮不上忙 但我可以回家搬救兵 小一仙姐姐 你小心些 千万等我回来 叶家 那新兰的权名 叫做叶新兰 他是丹玉叶家之人 小一 你可不知这叶家呀 手放开 那叶家呀 现在的处境可不太妙啊 丹玉龙蛇混杂 但总的来说 只有五大家族 能与丹塔有关系 叶家 便是能进入丹塔 长老系的家族之一 不过 若是萧衍你能留下来 与咱成为一家人 以你的天赋 定能带领我们柳家 一飞冲天 飞儿 别胡闹 要是再没打巴掌 就丢脸喽 你找死 不站住 刘晴 时辰也不早了 我要立刻去丹玉一趟 虫洞早就为你安排好了 若是遇上麻烦 就尽快赶回天皇城 即便我柳家实力不强 也会尽力保你 谢了 刘晴 保重 来呀 来呀 过来 这 哎 萧衍 带我一个呗 萧衍 你先要走啦 你先帮我打车 以后再给你解释 你自己看 我爸还没说完呢 萧衍 你先别走啊 这不能怪我啊 你 你别赶紧放开 不然我不过去啊 走 走 我都带着 看你的猫子 你别打 你怎么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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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和国全力搜寻恶难毒女 若有线索者 可获天价悬赏 前段时间被不少势力联手拘杀的 就是这个女子 据说 她可是传闻中的恶难毒体 你怎么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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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家 夜城夜家 在何方位 一直往前 夜城最高的建筑 就是夜家 好 新兰 此事可由不得你任性 我是绝不会嫁给曹丹那个混蛋的 曹家狼子野心 早就想吞噬我们夜家 当务之急 还请大长老允许新兰 带人前去解救小一仙姐姐 有什么事 等我回来再说 好吗 胡闹 若是能与曹家联姻 便能免除我们夜家 调出五大家族的危机 眼下联姻才是头等大事 别人的死活与你何干 别人 没有小一仙姐姐 醒来早就没命了 这 本以为 你们是最疼爱我的家人 没想到在你们眼中 我只是个联姻工具罢了 放肆 你 知恩图报的道理 夜家自然知晓 一切 等联姻之事了结后再说 我是绝不会嫁给曹丹的 我自己会想办法 难道 你还真想靠你口中 那个所谓嘉南学院的天才吗 你也别太高看他了 或许他能救你的朋友 但是我们夜家的危机 可不是随便什么 阿猫阿狗都能解决的 今天 你哪儿都别下去 阿猫阿狗 也同样没幸运帮你夜家的活 小 小颜大哥 大长老 小颜大哥 小颜大哥 小颜 这究竟怎么回事 小颜姐姐她 带我去找她 你是谁 竟敢胡乱闯我夜家 在下小颜 是新兰的学长 此次有要事在身 新兰还需与我走一趟 行辈 新兰乃代驾之身 岂能容易带走 我才不要嫁 新兰是我学妹 她不愿之事 就算是夜家 也不能勉强 狂妄 敢来我夜家帮分 今日我就替你家长辈 好好管教一下 什么 管教的话 你还真不顾资格 四长老可是一心斗足 这才一年时间不到 小颜大哥 居然已经强到了这种地步 你就是新兰口中的天才 来 你闯我夜家 更是伤我族长老 虽说我夜家如今示威 但也容不得被人这般欺凌 刚才并非我先出手 你若是要追究什么 在下可没时间奉陪 小飞 休走 我没时间跟你们耗了 下次 就不是受点伤这么简单了 大长老 罢了 好 让他们去吧 或许 这就是夜家的命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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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